美中之间的贸易谈判本星期进入了关键阶段 素有习近平经济智囊之称的中国国务院副总理刘鹤 率团于5月15号抵达华盛顿 将与美国财政部长努钦及其他高级官员会面 对于本周的谈判中国方面有什么期待呢 好 下面我们就连线美国之音驻北京记者艾德 来为您介绍最新情况 艾德你好 书博你好 对于本周的谈判美中双方都有很高的期待 希望能够达成一个协议 不过双方仍然担心可能会发生的贸易战 那艾德先生请您介绍一下 北京是如何看待这一次贸易谈判的呢 艾德 在北京整个感觉有一点像暴风雨前的拼劲 虽然这几天有一些比较乐观的信号 比如美国总统在推特法标的命令 寻找办法让中心公司继续进 中共政府也表达了他愿意 他有意愿有所调整的地方 比如说跟美国一起来面对贸易泥差的辞职 但是整体来讲 战望还是很模糊 今天官方媒体提到了贸易谈判的新闻比较少 今天晚上新闻联播主要重点是放在领导人的活动 今天新华社的一篇短片新闻只有简单列了一下 刘河抵达了美国的消息 以及他率领中方代表团的成员 之前木鲁钦放华回谈后 双方有比较大的分歧 但都表示希望保持沟通 可以说目前贸易谈判已经进入了一个关键的阶段 也可能是双方进入了一个充满不确定性的阶段 基本上美国跟中国已经表达了他们的开家 但是现在要找到一个中间之地是非常关键 徐波 那么我们知道今天呢 还有一个在这个美中贸易方面还有一件大事 就是为期两天的第十轮中美工商领袖和前高官对话呢 刚刚在北京闭幕 与会的美中代表是不是谈到他们对华盛顿举行的贸易谈判的期待 他们有没有提出任何建议呢 艾德 这个会议已经结束了 不过双方他们到现在的位置还没有提到一个联合声明 在会议当中 美中企业代表和前高官代表表达了 他们双方对金毛关系的关切和乐观 中国国家副主席王岐山在会议开始之前 又会见了采访美国代表团 中国国务院副总理刘和 在出发之前也会见了部分美方代表 昨天在开幕议事上 中国商务代表张肖强 他介绍说原本考虑 他们原本要考虑要进行一个一带一路 数字经济等为终点的小型对话 但他们后来决定要放终点在美国 美国跟中国之间的经济形势 在今天会议结束之后 的记者会 维建国说这一次他们对话出了成功 双方的争论是比以前要少 美国商会 中国中心主席王杰也表示了 美国商会不同意川普当局 加正关税索减 贸易拟差的做法 但是我们来听听看当时的一些视频 让您更进一步了解 好的 但是商法在一些重大的贸易问题的认识上 仍然有较大的差距 发生贸易战的可能性仍然存在 周围明长期关心并把推进中美经贸合作 作为己任的人士来说 我感到十分担忧 我们认为对我们来说 并不是要关闭市场 而是要开放市场 并且尽早解决这些长期存在的系统问题 我认为这也可以帮助减少贸易赤字 这是政府长期关注的首要问题